玉书房内 几名大臣正在互相争执到底该如何治理干旱的问题 一上午过去了 依然没有商讨出任何有用的方案来 原本以为又要挨骂了 谁知皇上今天的心情似乎还不错 竟然没有吃死他们 干旱这种天灾 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饥荒 若是再连年干旱 那必定饿瓢遍野 生灵涂炭 天下动荡 他身为东南国的皇上 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估计再讨论下去 也讨论不出什么新的办法 他挥了挥手 就这样让大臣退下了 陆云罗来到律书房的时候 正好一堆的大臣从律书房里出来 这干旱自古以来就是天灾 哪个朝代碰上了都是无礼回天 要我说 有这功夫 咱们不如回去多囤些粮食 就是 不然回头粮价上涨了 有钱都买不到了 两名大臣交头接耳地从陆云罗的身旁走过 干旱 陆云罗勾了勾嘴角 之前还有些担心拿不回那三千两银子 现在看来是不用担心了 来到律书房的门外时 他以为他进去要费一番功夫 没想到际云罗勾身边那个太监大总管曹忠泉 看到他以后竟然什么都没问 一脸恭敬地将他请了进去 奴才见过皇上 陆云罗出来的时候穿的是太监的衣服 因此行的也是太监的礼 纪无绝抬头 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并没有搭理他 随后又埋头 皮改奏折 呦 这家伙是想皮裤子不认账吗 本本觉得自己花钱嫖了人家 把人睡了之后再把银子要回来 着实有些理亏 可现在看到他这副冰冷的模样 他只觉得他太心疼他昨晚花的那三千两银子了 这么冷漠的男人哪里能值那么多钱 给他一文钱都算不错的了 陆云罗很不高兴 不过想想自己是来要银子的 为了那三千两 他忍 不就是把他晾一会儿吗 没事 他正好可以欣赏一下那张 昨晚令他失去理智一致千金的俊脸 他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撑着下巴安安静静地 一脸微笑地看着纪无绝 那温柔的眼神下 却又暗藏着绵软的钉子 恨不得在那张妖孽的俊脸上扎几个洞 才甘心 在这样的眼神注视下 果然没过多久就起了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